看見全球最大的市場 今年印度台灣形象展就前進夢買 外貿協會率領了90家台灣企業 帶去了無人機、電機、電動車等等MIT科技 預估這次能創造4000萬美元的商機 帶您到夢買現場之際 一動動商業大廈朱立 這繁華忙碌就是印度金融之都夢買的一大特色 這就是夢買最大的炸彈館 號稱是進軍印度市場的第一舞台 這回台灣形象展貓協率領的九十家台廠 帶來最厲害的MIT科技 帶您知情 張開雙翼直衝天際 就像一台迷你飛機 四大螺旋掌垂直升降 最多載重10公斤 台廠專位超篩車的印度 設計載物無人機 成功打進藥物物資運送 接下來要拼當地擴產 我們已經在印度胡爾剛地區 已經設立了我們的無人機製造工廠 包含製造無人機的馬達跟電池 我們預計一年大概1200台 這是我們初步的企劃 商機更熱的 還有因應擴產電動化而生的電芯商機 在這個儲能系統部分 因為印度目前也是在大量發展 再生能源的情況下的時候 他們也需要大量的一個儲能 來協助電網的一個穩定 印度買家擠滿攤位 MIT科技實在厲害 冒險五大主軸展區 涵蓋智慧城市製造 生活 農業 醫療 就連夢買所屬的馬哈拉斯特拉州 政要副州長都親自到場 有65%的資料中心 是在馬哈拉斯特拉州 它一個州就涵蓋了全印度 65%的數據資料中心 所以這個幫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 那當然我們希望預期 這次能夠達到 4000萬美元的商機 那我想我們是滿樂觀的 印度市場商機之大 光是2022年台印雙邊貿易總額 就創下84億美元歷史新高 台廠當然要積極佈局 搶先卡位 東四財產新聞 盧亦廷 張化貞 印度夢買 採訪報導 台灣創新研發實力 再度揚明國際了 這是在全球百大科技研發獎上 工研員一口氣拿下了八項的大獎 而且在淨零節能技術 生技醫藥領域的獲獎數量 也創下了單一年度史上新高 恭喜大家 產業代表一致排開 興奮之情 易於言表 眾人在經濟部次長林全能率領下一同見證 台灣在全球百大科技研發獎上 得來不易的優異表現 這樣的一個成績是相當的亮麗 我們應該是全亞洲第一名 我覺得第一個部分就是 有精準的對準需求跟問題的決決 在經濟部科技專案的支持下 工研院一共有八項技術獲獎 生醫方面有 新影標靶 清光眼藥物 治療黃斑不用打針的眼藥水 尤其能夠精準消融腫瘤的智慧社平 熱消融系統已經投入了應用 已經取得了 不管美國FDA 台灣的TFDA 還有包括我們健保給付碼 所以現在已經在醫學中心 已經開始使用 算是一個我們合作的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例子 而在靜靈節能方面 路徑導向AI控制參數 優化精準製造技術 Pi模綠色製程 還有全球首創的高效雙模態 原子層鍍膜系統 也展現工研院驅動產業 邁入永續的決心 我們有一個顧問團的一個服務 從A to Z去分析你的整個的產業 你的生產的過程中間 什麼 不斷推出